6. 汽狗茶廊 放春假了,岩鼠原野上的枯草开始变成了绿草 一天,执行他们四个人去岩鼠原野 原野上有条茶色的小狗在刨地 啊,是刨这里汪汪,能跑出来宝物吗? 四个人到了边上,小狗也不逃 不过,他不刨了,用前爪紧紧地抱住个空罐头盒子 这要是被抢走了可不得了似的,汪汪地吼着 笨蛋,谁将你的空罐头盒子?是气狗哟,没有项圈 嗨,为他这个吧 明良从兜里掏出脆饼干扔了过去 狗飞快地扑向脆饼干,一口吞了下去 这时,从他的喉咙里传来了咕咕的怪声 狗翻白眼了 哎,谁让你脚也不脚就吞下去了 一男在狗的后背上砰地敲了一下 从喉咙里传来啪的一声 圆圆的脆饼干又整个飞了出来 狗呼地喘了口气 这回,执行把饼干拿在手上,说 前爪翘起来,翘起来,翘起来 可是,狗不翘前爪 只是围绕着执行一圈一圈地转圈子 要扑上来抢饼干 执行把饼干放在地面上,说 先别吃,可狗一口就把饼干吞了下去 玉子笑起来,没有一技之长的狗呢 不过,我想养它啊 大伙都这么想 回家的时候,四个人在那条小狗的脖子上系了根绳子 又把绳子绑到了猫头鹰森林的树干上 这才回家 那天晚上,执行他们四个 每个家里的孩子都在央求妈妈 我们家里也养条狗吧 然后,每个家里的妈妈都同样地回答道 谁给狗做饭,还不是妈妈 对不起,我已经忙得够呛了 可是,伊南的家里有点不一样 是啊,养只聪明的狗也行啊 嗯,伊南犹豫着 今天眼鼠圆眼上有条狗的事 是说还是不说呢 妈妈好像是看见了那条狗似的 说,不过,被人扔在那边的贪吃的笨狗可不行 就这样,伊南没有把那条气狗的事说出来 第二天早上,四个人又聚集在了眼鼠圆眼上 猫头鹰森林里传来了凄惨的叫声 到里头一看,狗把自己脖子上的绳子 全部都缠到了树干上,动弹不了了 你这家伙真是条笨狗啊 伊南解开了绳子,说 偷偷地养起来吧 嗯,好好训练训练 明良一副跃跃于世的样子 玉子摸着狗说 我们给他买个项圈和链子吧 要是养的话,就要取个名字 志行说 因为他是茶色的,叫他茶狼吧 茶狼,茶狼 伊南一伸手,狗跳了起来 舔起他的手来了 于是,茶狼这个名字就定了下来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伊南坐在那里,把塑料袋藏在了双膝之间 趁爸爸读报纸,妈妈盛饭的空 伊南把盘子上的咸沙丁鱼干刷的一下倒在袋子里 米饭也倒了进去 哎呀,小菜已经没有了 妈妈看着伊南的盘子一脸的奇怪 吃完饭,伊南就拿着袋子去岩鼠园野了 执行他们也来了 执行和明良也拿着塑料袋 玉子还拿来了水壶和盘子 伊南把自己袋子里的东西倒在了那个盒子里 执行他们的袋子里装的是晚上的饭 茶狼吃完了盘子里的饭 又巴哒巴哒地填起伊南那个空袋子来了 起风了,袋子飞了起来 茶狼跑去追袋子了 开学典礼的日子 四个人也是先来到盐鼠园野 为茶狼吃饭 茶狼,我们从学校回来以前 你一个人玩吧 伊南摸了摸茶狼的脑袋 茶狼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巴哒巴哒地吃着饭 哎,汪的叫一声也好呀 明郎发火了 走吧,上学去吧 玉子对大伙说 到今天为止 茶狼吃完了饭 四个人总是和茶狼玩上一阵子 但今天却没有那个功夫了 四个人跑了起来 跑了没多远 茶狼在后头嗷嗷地吼起来 大伙一看 茶狼拉紧了记在树上的链子 像马似的 前爪举了起来 用后爪站着 吼叫着 那架势好像是在说 你们全走了 这怎么行 你现在才叫晚了 明梁冲茶狼大声嚷了一句 四个人又跑了起来 出了岩鼠原野 往右拐的时候 从后面窜出一个茶色的东西 撞到了一男的脚上 啊,茶狼 茶狼扑向大家 一圈一圈地转着圈子 哎呀 项圈断了啊 这么小一条狗 力量却够大的 玉子瞪圆了眼睛 不对 这项圈是个便宜货呀 志行说 四个人去买链子和项圈的时候 买了一个在货架上积满了灰尘 退了色的最便宜的项圈 再不快走就要迟到了呦 茶狼回去 明梁冲茶狼扔了块石头 茶狼还以为是给了他什么东西 把鼻头凑到了石头上 哼哧哼哧地秀着 你真是一个笨蛋啊 你要是会翘前爪 会拉手 我就会对妈妈说养你的 一男叹了口气 茶狼本来是跟着四个人的 但到了飘出烤鱼香味的人家前头时 就坐下不动了 趁着这功夫 四个人朝学校跑去 开学典礼结束了 四个人一出校门 就听汪的一声 茶狼从停在那里的汽车背后 跳了出来 欢快地吼叫着 哎呀 这狗是一男的狗 杨子老师拿着个装着文件的纸袋 从学校走出来 哎呀 这车是老师的车 是的呀 不错吧 杨子老师把袋子放在车顶上 得意地说 太好了 我们又在老师的班上 谢谢 下回 我让你们坐车啊 杨子老师钻进了车里 车子开了 啊 车停上的纸袋飞了起来 袋子就要掉到路边的脏水沟里去了 茶狼搜的一下子 把那个纸袋叼住了 了不起 茶狼 只行他们拍起手来 不过 一男急忙把袋子从茶狼那里拿了过来 因为茶狼要舔袋子 平时 不是舔装饭的袋子 就是追装饭的袋子的茶狼 把文件袋当成装好吃的袋子了 杨子老师把车停在了前头 朝这边跑了过来 啊 我真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啊 从今往后要注意啊 但杨子老师这天 又干了一件粗心大意的事 老师往一男家里打了个电话 今天多亏你们家的狗救了我 真是条聪明的狗呀 但是 就因为这个电话 一男家里就决定养聪明的狗茶狼了 茶狼带上了杨子老师买来的 闪闪发亮的上好的项圈 一男一边摸着他一边说 多好啊 茶狼 多亏了杨子老师粗心大意